贸妮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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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耶 真的很棒 哇 我覺得這台灣電影 真的很不錯 我觉得这两位小朋友非常优秀 会有更多新的胜利军进来我们电影里面 他们不管是在收敛的地方 或者是释放的地方 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 Birdy还是比较自由跟自在 可是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他还是会不忍心 对于自己跟阿汉 所以其实两个角色都很难演 我觉得他们在压抑的情感 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成熟 因为蓝山门更 我觉得他们年龄层可能在更 更小一点 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这两位小朋友是很确定 他们很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对于感情这件事情 他们面临到的同学的压力 跟家里的压力 还有学校教官的压力 跟时代背景的压力 我觉得很不一样 即便是很想上厕所 可是我真的还是看完了 整部戏 演员的表演 剧本 台词 运镜配乐 整个节奏 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感动 然后也是 到达不一样的层次跟格局 我觉得对于台湾电影来说 大家好 我是陈柏林 距离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上映还有七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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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